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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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答答我如 我能解釋 赦去母的伯格 我可可可禁止 我可指住 속笑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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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eja Masoka Tangma Masangkata Mapati Kula Matera Mimang Paguna Subitata Tangma Mimang Sada Mata Mubemi Yataca Dina Mahapala Mahu Chantususuchisu Puri Sayu Gesu Ataca Pudala Dhammadasate Sangga Mimang Sada Nata Mubemi Pudala Dramat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他有佛法的加持或是有佛法的修行 他就能够离开痛苦 当然我们学佛首先就要体悟苦的真实存在 只是现在的人他会用一点世间的快乐来逃避这个痛苦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修行的人 他必须要寻常去思维痛苦 就像释迦牟尼佛他虽然视线 他身在富贵 将来要做大国王 转轮圣王 但是他看到的是苦 虽然他有这个快乐福报的生命 但是老病死苦 他没办法解决 而且对所有国家的人的老病死苦 爱别的苦 他有很深刻的体悟 所以那个时候对他来讲 做一个国王 娶漂亮的太太 拥有金钱 富贵 对他来讲 你这个再多 你能够让我不要死吗 就像他跟他的父亲金法王说 你把我生下来 你能够把我生下来 但是你能够让我不要老 不要病 不要死 没有爱别离的痛苦 他爸爸说每个人都要了 这没办法 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有办法突破 不然生命是一种惩罚 所以这种惩罚 让我们就很怕 每天要吃很多药 很多人跑去运动 等等等等 甚至有人用很多宗教手段 放苦啊 用什么方法 能够得到他所想要的 去控制对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然后如何究竟的脱离痛苦 我们叫究竟涅槃 涅槃就是没有痛苦了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所讲的智慧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大家传播佛法 我想传播佛法并不是光出家人的责任 而是有慈悲心的人 那么都会去这样做 因为所谓慈悲就是要让别人脱离痛苦 当然就像你学佛了 你会带你的儿女来学佛 因为你爱她 因为你给她做皇帝 给她做几个博士 给她买几栋房子 这个世间多的事 多的事 那这些最有权的人 最有权力的人 他能够快乐多久 所以就像我曾经 有一位老佛萨跟另外一个吵架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 所谓的欺负她 那有一天 他就会讲 你看她能够嚣张多久 打不了给她十年 我和你讲这种话 哇 好狠啊 但是真的 不到十年那个人就完蛋了 所以当然 他这种话是不对的 但是想想 再嚣张也没有用 所以就像我们中国说 你做秦始皇 你也怕死 追求长生不老药 最后还不是死 所以 印度的皇帝是谁 没人认得 为什么 那是印度有一位圣人 大家还会记得 叫释迦摩尼 因为他留下来是 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我想 因为如此 所以各位要 为了自己 为了别人 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 去看经典 然后呢 去学习 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 你千万不要说 我念佛就好了 其他我不用 这个讲法就有点消极 因为不一样的时代 不一样的社会 不一样的根器 你必须 擅脚 方便 所以佛陀讲了 八万四千法门 这么多 法门 这么多 经典 他的目的呢 他就是 因为众生无边 烦恼无边 所以法门无边 那为了如此 一定要成佛 成佛你才可以 骗知一切 圆满了解一切 而且有圆满度众生的能力 在那一次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力 那各位一定要